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歡迎來到香港六點半之 香港家長最幸實錄 今天我亂入 因為我帶了一個朋友過來 我的朋友就是這位 教師 不要用一個老字 朋友 雖然我是老過你 朋友 大家如果記得看過我們 藍皮書的節目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那次有 我做你的嘉賓 當然 民錢股市良帳 Victor有一個關於香港家長的節目 當然是關於 教育大人 先來聊聊 首先幫你可sir 剛剛多謝可sir 可sir送了一本正的東西給我 不要說送 你欣賞我 這個麻辣教師出了第二版 已經全部都去了 斷了市 也不算是斷了市 我留下很少部分 一百多元 一百多元的本 又給那些什麼呢 那些叫做有緣人 好像你那些就是有緣 多謝 賣都賣不到 大哥 不是那麼淺 我會慢慢欣賞他 還有書的設計 我都懂的 以前講過是一些舊行家 我的聰明 全部都是我的聰明 OK 今天我們會找可sir上來 對 因為我是帥哥 當然 帥哥要上這個節目 上集是KCsir 今集是可sir 可sir 兩個都是sir OK 今次可sir是真的教書的 可sir 那那個是KCsir 他教金融 我以為他揹槍 他樣子像幾類部隊 我如果夠像警察 我只要集猜 死了 我們今天怎樣找可sir上來 其實我們有一個議題 想大家去談一下 我們也知道可sir 曾經是一間在香港 很出名的名校裏 執過教編 謝謝 當中裏面 校規或者校訓 各方面都非常嚴格 就是培養了很多 出女拔萃的精英出來 你講了兩個字拔萃 沒有 拔萃 有比你男的拔萃 女拔萃我不能教 實死我用我教 你跟我一樣 我受不了 好色 不是好色 我們受不了 沒有好色 我們也知道 現在的老師 我也有親戚 我也有親戚做教師 也很辛苦 因為當中裏面 經常都在面對家長 虛無求疵 對老師要求這樣 要求那樣 教了老師頭大 可sir 其實你執教哪些時候 你多不多面對這些麻煩家長 坦白說 在我們 我先說一下 介紹 有些不知道我是誰 有些知道 我1970年 入拔萃教書 是 拔萃南校 我教了18年 某些原因 我離開了香港 去了加拿大 滿地河 12年 因為我女兒的關係 又回來了 在二千年初 我回來了 但這段時間 所有香港的教育 過程 我是有參與 不是參與 我是有去看 以及要了解 現在你也定期會拔萃去給一些討論 跟學生聊天 偶爾會請我回去給討論 另外我自己在Hong Kong 有個叫做麻辣教師1.0這個節目 就是請我們舊時候拔萃的學生 回來我們去做一個 好像那樣的閒談 說回我們舊時候的 怎樣好玩法 怎樣專師 四個字最重要 專師重道 學生無論先生多惡都好 怎樣動你 怎樣罰你 你都要專師重道 好坦白說 一個老師 不是那麼簡單 要罰你的 為什麼無緣無故 我要罰你Vector 我愛上你也可以 你這麼乖 這麼英俊 不是 你頑皮 當然你頑皮 我才會罰你的 如果你乖 無緣無故我罰你 那個先生 有他自己 有沒有那些 那些人呢 我也覺得會有些老師 有的 有的 在當年我們教書 我們什麼人都有的 有傻的 有瘋的 有很乖的 有很乖的 機也有的 OK 我有先生的機 沒有所謂的 有些很聰明的 有個叫什麼 我們的校長叫做Walking Dictionary 但是他的名字叫做卡通佬 那你就不明白我的人 他很卡通的 但是他的英語很聰明 很難得 但他的英語很聰明 OK 那經常講一兩句 為什麼先生要罰一個學生 還有先生要罵一個學生 我經常講一句說話 如果 我心中都沒有你的 我罵你幹什麼 是 浪費我的氣 就是路邊一個石頭 你死了 那是鬼事 我罵得你的 等於我的員工 或者我的朋友 我罵得你的 證明的是 你在我心中還有 那麼多個位 是不是 現在當時 我們的年代 是沒有了那個叫做 PTA 叫做PTA 叫做PTA 叫做Parent Teachers Association 這個PTA 就最麻煩 差不多講髒話了 不過這個階段 我不能說 如果每個人都知道 那些讀文就是我的學生 那他也是我教出去 那些出去都是我教他 但是回頭說 為什麼有 學校裡面有這麼多的 不同的先生 不同的性格 一個原因而已 學校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那這些學生 在這裡 譬如我們教中學 他由 Form 1 到 Form 7 就是 Form 7 一會兒解釋裡面 有些要跟你聊聊天 現在去到 Form 6 那你在六年 在裡面 我先講中學 小學不算 我教中學 那這六年裡面 反而我們就是七年 那這七年裡面 那些學校就是 培養你一個小朋友 將來怎樣去社會生活 那他們兩個很簡單 我們八歲當年就說什麼 Form 1 Form 2 Form 3 Form 4 就要什麼呢 不用打胎的 就有個校章就行了 是 一個校章 那些衣服呢 你差一點點 歪一點點 都不怕的 但是去到 Form 5 和 Form 6 和 Form 7 一一定要打胎 為什麼你知道嗎 即將來社會 在 business world 裡面 都要撿得儀表圈證 聰明 他準備了大班 不是大班 先準備出來社會 去找食 首先要打胎 另外要衣服不可以走出來 你走出來 還有不打胎 那個 Prefect 即是那些學生長 就罰你 先生會罵你 那小朋友 那些 Porm 1 Form 2 Form 2 Form 別人玩 為什麼這麼緊張呢 這就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一個學校 這麼多不同的先生 類型呢 不如一個版府 全部教書 教書 全部靚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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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什麼人都有的 即言夏之呢 你去到社會 去打工 我發名叫荷蘭豆 學生安的 學生安我的 我三個發名 一個是荷蘭豆 荷蘭豆 如果我沒有記錯 當年的馬姆 林茂德 林茂德 那些死仔安我的 因為 荷蘭豆說我沒有了道 發死荷蘭豆 好幼 沒錯 然後另一個發名叫官仔 當年的校長安我的 因為我23歲教書 好帥 穿著棉蠟 很長頭髮 跟你差不多 阿光 比你還長 所以叫官仔骨骨 第三個發名叫姑爹 不用解釋 不關今天的事 原來有什麼 學生說 他經常上我的檔 我經常罵他 然後他出去社會 他的老闆 荷蘭豆 容不疑和你溝通 這個主要就是 給不同的先生 不同的環境 給你的學生 去學習這些事情 將來你出來的社會 你就一定會適應到 現在不是 現在就有金魚缸 OK 放些東西給你吃 放些氣給你扣 是 以前不用的 你不讓他吃什麼 他到處自己找 阿哥 是不是 現在最慘的事情 就是個個什麼呢 就是什麼 阿德口 餵你吃 是 你不喜歡嗎 乖乖乖乖 他就不敢動你 我想有個問題 不好意思 Vector 先插一插 你插我 不是他 嚇到我 阿可Sir 這樣的 因為你們那間都算得上 老實實 貴族學校 可不可以這樣說 我又不說貴族這兩面 到高當次才是名校 就是你們標籤名校 其實很多學校都很厲害 那這班子弟、學生 應該大部分都是出名門 當然你也會明白 有些可能是平民階層 或者是家裡沒那麼好 有價無雷 或者是你其中一個校訓 換句話說 一定有些人是金波羅托勢的 那家長有沒有特別是很關心 或者很頸疼他們的小朋友 說不准你這樣 阿Sir你不准碰他 不准看佛 不准甚麼不准 給你一些訓事 好 你問這些問題是相當好的 在我們的年代 先說回我70年教書的年代 即我教了70年和80年 這18年的年代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當年的學校 無論你名校好 即是我們的有校 那記 筆記 朱記 即是女蜜水 或者名校 或者現在叫Band 1 那裏面 我們那個貧富相差是很遠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我們的學校 叫做Grand School Grand 你看我的英文都不差 你法文都可以嗎 我法文就是 我罵你就可以了 用法文 現在最悲的一件事 那些高官 我真的想回答他 那些英文一串屎 那些grandma 又說到一串屎 都不知你 南法局已經說不到英文 中文就更糟糕 爛音 大哥不要 有意 我們一直說下去 那些看的人 我一句爛音都沒有 可以這樣說 那我經過所教的學生 都沒有爛音的 為什麼呢 因為阿sir沒有爛音 而教了你 你有爛音 我就少你 即是少的意思 即是不算粗口 即是去笑他 他就改了 即是等於寫字而已 我們以前寫什麼 我們用上大人孔月紀 化三千七十字的九宮格 他要看中文的 所以剛才我那本書給你 那字很帥 你看看 第一頁已經是 這個不是我寫的 這是我的中文老師 但阿sir寫給我一些鋼筆 非常認真 是 不錯的 是沒得頂的 我的鋼筆字中文都可以的 是 那接著 英文就寫Copy Book 你有沒有聽過 有 現在全部都是電腦 寫的毛 所有的中文字 九不答百 我最討厭阿拉伯字 那四字就變成九字 那七字就變成一字 那六字又不知道是什麼字 哎呀 看到你暈了 片段別說 先說一會 太遠了 貴族 那當年我們叫做 Grand School 中文叫做 津貼學校 津貼的意思就是我們不用交學費的 當年是九年免費教育 記得嗎 記得 就沒有交學費的 一年就好像 如果我沒有記出來 一百零八塊 一年 書寶費 唐費 唐費 沒有書寶 書寶你自己賣神 唐費 不斷收你 我們出糧 就是政府出給我們的 不是學校出的 當年就是 什麼人考到這些名校 或者叫做高級小學 全部我們有小學會考的 不是TSC TSC 或者是BC 六年級派位 我記得 六年級派位 不是 P3 就是三年級玩 大哥 那六年就玩 是不是 我們的小學會考 OK 我們考中英數的 三科 要三條一 才進入我們拔稅 或者叫做一些名校 第二種就是 我們要入學股 是 我收不完的事 就考得厲害的那些 才進來的 考三條一的那些 不一定要很有錢的 我講一個故事 很簡單 不是故事 這是真事 我們貴族 多到什麼呢 有錢到 嚇死你 姓何那些 不開名 大家明白嗎 姓廖那些都厲害 姓廖那些是我的學生 姓廖的 在澳門那個 我經我手教的 窮到怎樣 他爸爸死了 我沒有錢念壯 就是由校長 老師 我當是班長 不是 班長 班主任 你真聰明 真是有聽書 那拿錢 就去給他念壯 這是 這個文章 回到很遠 那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有錢的學生 跟窮戀者 經常在一起 他們不分彼此 有錢的學生 我剛才去 Victor 你很窮 他舉例子 不好意思 當義你很窮 到家裡 哇 我的廁所比他的房子 很嚴重 很嚴重 富不過多少代 三代 富不過三代 他剛剛第三代 害怕嗎 哇 哇 我要勤力去讀書 如果不是 好像 一會兒我的房子 變成他的房子 我就死了 那窮的房子 有空 窮的房子 又去那個有錢的房子 玩 他們一起玩 很友善的 嘩 進去他的房子 嘩 他的書房 我長大了 我整個十倍 大哥 怎麼搞啊 勤力一點 勤力一點 有個故事在真的 在書裡說什麼 現在其中有一個學生 他有一天 就乘船 由尖沙咀 去中環 嗯 你知道 看到半山 嗯 上面所有人都有錢 嘩 我一定要住半山 因為他很窮 那些很窮 總之是那些小屋邨 不要介意小屋邨 這兩個字 當年小屋邨是窮的 而且小屋邨是很有錢的 你不要看笑 那些後面很搭水的 沒錯 我一定要住那裡 最後他出來賺錢 他真的在那裡買了一筆樓 你吹嗎 那這裡是什麼 英文叫做 Motivation 我的英文不錯 那些pronunciation 我想問一下 那些家長 有錢的家長 對兒子的要求 和同的家長 對兒子的要求 好 這個問題問得好 剛剛我想說 怎料你就淡念歌餅 但是 就講到我 下面想說 講到你下面出來 那又怎樣呢 那一個學生 很有錢的 開學的時候 找勞絲來絲 那時候很花鼻 我都駕一個勞絲來絲 載他去學校 載了幾次 那個學生說 媽媽不要了 不要載我回校 我們在阿吉路街 然後再轉進去 那裡載上去 在阿吉路街 放下我就行了 我自己走回去 為什麼呢 他說不想同學 看到我好像很有錢 那不是我 即是格格不相入 他不想 他一起想玩 他不想分到高低 就這麼簡單 現在你學校 糟糕了 你的勞絲 不是你的賓士 我弄個勞絲來絲 你的勞絲來絲 我弄個特辦 全世界只有兩架 四驅 不知什麼區 六驅 總之只有兩架 你兒子暑假 滴滴來日本 你不要跟別人說 人家在瑞士少女風話說 回頭說 那些家長 為什麼學校這麼困難呢 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那些怪獸 不要介意家長 不是全部家長的怪獸 有部分那些怪獸家長 是受不了的 什麼受不了呢 學生 你的兒子 你要被先生教的 你要信任我 先生說錯半個說話 他回家投訴 他可以投訴 不是學校 如果你投訴 我不要緊 譬如我真的說錯話 先生也說錯話 那你就問我 說sir 你為什麼跟我兒子這麼說 你先不問我 逐步逐步來 現在你的家長會怎樣 如果我說錯話 罵他的兒子 滴滴 這樣 你說你的 什麼 什麼 然後你猜他家長會怎樣 他不會出律師信告你這樣 沒有 如果按照規矩 你就問了sir 要去校長 等等sir為什麼你跟我這樣說 你先了解這件事 然後sir不聽了 或者解釋得不好 你就找校長說 或者先找主任 主任 我們分級數 主任又不聽了 不去校長 校長都解釋不了 就去教育司處投訴 正常 對嗎 這個正常 逐級逐級來 現在不是 現在開波 錯了你都說 高頂法主 高頂法主 判了你不對 你就去上訴庭再告過 因為他有誰 第一時間 他就先給律師信 律師信 很坦白的事情 身為先生 在任何工作都是 什麼呢 多做多錯 然後呢 少做少做 最後呢 不做就沒有錯 那何必這麼辛苦呢 我舉了一個例子 很簡單 這是真事的 當年我移民了去Montreo 滿地可 現在叫做蒙特利爾 最壞的名字 滿地可不是挺好聽 就是了 算了不要說了 那我就 不要疼著他 鍾氣了 你這個時候有一點政治的 哎呀 很壞的 我明白你說什麼的 你不要考驅員 我第一天 就帶兒子接他放學 那一接他的時候 我剛才讀中學 就是他P6走的 去到讀中學 一年級 一叮打鐘 走出來 那小子 雞官頭 你知道什麼雞官頭嗎 這邊鏟鏟了 雞官頭 第二個 那邊紅 這邊綠 這邊藍 嚇死你 什麼意思 就算了 你走出來 馬上 吃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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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合法了 但是那次不是 那時候可能吃大麻 我不管 然後呢 一拿出來拖著手 然後 打車 我受不了 我就去問校長 校長 我都是教書的 為什麼你們這樣 是怎樣的 他說 Mr. Ho 我告訴你 有一次 有個老師 就說那個小朋友 喂 你的頭髮 不可以染到這樣的樣子 你可不可以回去 整個頭髮 然後呢 學生就回去跟媽媽說 第二天媽媽 就來投訴這個先生 是 這個先生在想 我教好你的兒子 你要投訴我 我不如 不出聲 死就死你的兒子 死你的兒子 關我 關我什麼事 蘋果 慘了 問題出現就是這樣 就是說 很慘 為什麼呢 一代 先生不敢發聲 第二代的學生 跟著先生不發聲 跟著幾代就麻煩了 那誰敢發聲呢 現在的教育很奇怪 我們當年教書 我們先生是全能的 你什麼科都可以教到 是啊 是啊 教完英文就教你數學 中文就教體育 是啊 是啊 當年我呢 我的主修科 就是 我是羅副國師範學院出來的 不是大學 叫做師範學院 現在是 現在的大學 現在的大學 是廢的 不要抗議 那我講講什麼 我是major 我一定要教 英文我們要學 一定要教規矩 然後要學三科 我一科是 一科是美術 一科是數學 一科是科學 那我major是Graphic 是 然後我去中文大學 校學科長 我讀了Graphic 然後才去教書 當年我想的 要是教書 要是去做Graphic Designer 但是Graphic Designer 當年500元一個月 教書就990元 多謝一倍 第二 教書可以打人 工學員 不是工學員 什麼都好 一樣的 規定 你什麼要教 一樣的 教師可以打人 人工高 做那個Graphic Designer 當時是學徒 你怎麼樣 給他一堅鍛鍊 給他打 打到你躺在街上 都不敢出聲 可能是你師傅 是吧 那回到裡面 我去教 我的課數又不夠 為什麼呢 四個字叫專師重道 有senority 你英文多厲害 我也是教大人 都沒有什麼懶音 再說一次 senority seniority seniority 都差一點點 seniority 你不要 吃了一個字 那個音 說回來 當年我教major 我教畫畫 我想教畫畫 但是我老師 因為我剛進去 老師就要尊重他 他全職教畫畫 我就沒得教 校長說 不如你教數 就教數 教畫也不夠課 不夠課 不如這樣吧 教PE PE 某都可以教的 但是我真是學習的 我和學生跑 和一起跑加多利山 和一起玩 然後我教他 全能的 現在都要學一下 先生是怎樣 你知道嗎 先咬你 因為我脫了很久 我女兒都出了 但是他們好像是 教過幾科 就是那幾科 沒什麼特別的 你是中文的 你是教中文 就不可以教其他科目 這些就浪費了 先生是有很多技能 是不是 不一定要那科 其實可sir 你會不會也有關 不是擦你的鞋 以前可能 你的鞋不能擦 我今天是球鞋 羅夫 不是羅夫棋 羅夫角 他可能修身的準則 都是要一些比較 可能考得很好 學術熟識 可能高超一點 可以進去 現在的先生 其實會不會 我自己讀師範 或者我要讀教協 去學教書 所以變成 其實不是一些最上級的人 或者他的志願 不是想做教師的人 為了賺食 而走進去 隨便 沒所謂 讀中文就教中文 我們當年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師範學院出來 你分三家羅夫角 柏立基和郭良雄 第一家是羅夫角 第二是郭良雄 第三是柏立基 我不是看小柏立基 但這個是我當時這樣說 就是Hong Kong U 和Chinese書 這樣算下去而已 大家都明白 言下之 我們當年 讀完這個師範 就一定可以教書 第二 你讀完Hong Kong U 就算你沒有讀過 Education 都可以教的 但日本Hong Kong U 是尖子 尖到不尖 我不管尖 也不需要九百九十元一個月 我跟你說 有些 我不是踩那些先生 有很多讀完PhD的 他來教中學 Form 1 他教不了 為什麼呢 他不可以把PhD 降到 Form 1 來教你 一個老師就說 你聰明 但你要降那個Level 是對那些學生去教的 是嗎 你用PhD來教他 學生你根本Q 大哥不懂你講 上課就暈在那裡 所以有些先生很聰明 但是不一定 他可以教的 OK 但現在我聽說 應該要讀教育 文憑 文憑 沒錯 但學教育文憑 才修理為先 就是這樣 其實有沒有好呢 這四個字 見仁見智 就不所謂 明白 在第二節 我想有個問題 想和可sir說 以前的教師 我很記得 我有一個 施里蘭卡的老師 基本上有些 學生懷仔 很頑皮 基本上 一開校門 就是房門 那班房門 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都沒有 Good Morning Sir 就抽了他出去 就你師傅 這樣抽他出去 就是不多不少 你沒有打他也好 就是那個細胸 很重要 當然也有少少的Physical 或者現在人們叫做體罰 各方面的東西 現在是否直接在香港 裡面是嚴禁體罰 這件事 當年 我們很多名校 很多校都可以體罰 但是不是每個 不是先人打你 是校長 校長打的 校長叫做哈佼佬 他拿著鞭打你的 第二 可以校長授權 你的先生去打 但是我們玩而已 我們真的不忠心打你 是不是 乖呀 但是現在死定了 老闆打我 是不是 剛才你說釘這些 有的 當年我們三十幾個先生 教這些學生 OK 那什麼人都有的 OK 但是我們有三分之一 就是外國來的 是 加拿大 澳洲 印度 美國 學如此類推 好處是 學生在下意識裡面 學到一個很好的英文 等於一個Canadian來教授 難道跟你講中文嗎 阿哥 迫著你就會學到 這是自然的 待會我們再一會 第二節再講 再講講 如何玩學生 如何罰他們 如何罰完之後 他還要 阿Sir 多謝你 老爸老母來覆卓 待會跟你講 好啊 先休息一會 好 先喝杯 好